画面中一辆黄色的挖土机侧翻在坑洞里面 大批消防人员到场 一位机具底下有一名工人被押住动弹不得 当下没有呼吸心跳 虽然人救援出来送医人宣告不治 事发就在高雄市燕巢 四邻路及海峰路口 8号下午2点半发生这起公安意外 消防局出动6车11人前往抢救 救护人员到场时 一名45岁的秋信工人被怪手机具重压 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警方调查当时秋信工人正在操作怪手 却不慎掉落地面 而挖土机因为地形不平 倾倒后压在秋信工人身上 当场失去议事经医院抢救后 仍然宣告不治